一些,因爲我們有個單元就是VBA到Python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在... 該在哪,在那個... 雲端白板,第四個單元 其實就是我們要... 是希望說你學一個技術 最好另外一個技術也能夠通 那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慢慢各位要熟悉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剛剛寫的一個程式 把這個90的碼表輸出到Eclipse裡面 底下把它print出來 可是如果做通常的事情 假如說我要把它換一個環境 換在VBA裡面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你就要比較一下 兩個工具的差異點 然後如果兩個工具你都知道差異點 那當然你就可以知道 反正只是動作不一樣 但是做出來結果也會是一樣 放的...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要做個90的碼表 邏輯都一模一樣 換到VBA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那我們剛剛在那個... 這個什麼... Python裡面一定是在專案裡面的SRC 按右鍵 new一個新的module OK 那這個module在VBA它翻譯到模組 實際上可以是差不多的東西 其實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特別注意 如果你在VBA裡面 開起來特別注意 第一個開發人員 它不會自動出現 所以你要自己去把它打開 打開的方式的話 就是從上面有個箭頭 其他命令 如果2007的常用裡面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這個標籤要打勾才會出現 如果你是2010以後的版本 它會好像有自訂功能區 這邊好像打勾就可以了 反正只要找一下開發人員 它就會馬上出現所謂的VBA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是很方便的 因為其實微軟在這地方 讓你寫的方便友善 我覺得這一點 是跟其他的自由軟體比起來的話 真的是好非常多 但是前提就是說它要付錢 因為它是變成你要 你變成付費 它才能使用 而且以前是一次買斷的 現在變成說它慢慢走向 就是說它每一年就付一次 就說Always有沒有 現在變成365 365天再付一次錢 對對對 OK就變成說像Adobe 那個什麼也是一樣 Photoshop那一架工Adobe 也是一樣 現在每一年都要付 感覺好像你永遠都付不完的錢 雖然說金額感覺變少了 可是就是每一年 變成說以前你買斷了 現在變成說你租它的 一直用 所以這個而且好像你沒有去授權 因為你不能用它的東西 變成說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也不可免了 因為要花錢 但是它畢竟它提供給你很多是便利性 以台灣的這種環境來看 其實因為台灣的市場比較小 所以相對的一般中小企業 要不就是說要節省這個成本 再用自由軟體 可是問題好像用來用去追 好像也省不了多少錢 為什麼最後你那個東西不好用 變成你還要再專門找一個人 幫你怎麼樣去使用這個軟體 可能還要花更多錢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這很難取捨 OK 所以微軟部分這東西的話 當然有一些部分 其實是它有它的優點 那V2B的點開之後的話 特別重要 如果我要撰寫一樣的東西 該如何寫 像我們剛剛是直接 把它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其實道理差不多 如果我要寫在V2B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一樣需要先新增模組 按右鍵 new一個模組就可以 不過這個一個模組 像我們那個python 就一個模組寫一支程式 但是在VBA裡面 一個模組可以寫很多支程式 可是每一支程式的開頭 你變成你要多一個叫sub 比如說sub 空一個99乘發表 你就把它enter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寫這支程式的話 你就把它寫sub99乘發表 然後直接按enter就好 它會自動幫你加後括弧跟aner sub 再來的話你就去寫後面的東西 其實你會發現在回圈的部分 其實在python裡面有 其實VBA裡面也有 只是說敘述的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寫的方法一樣 for 上面是什麼for i in range 這邊的話是for i 可以等於 OK 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去變出那個清單 你就打什麼 1到9 1到 它的叙數碼1到9 也就是說在for回去裡面已經幫你加了清單 你不用再去取 那個range的這個函數 OK所以在VBA打 但是你enter兩下 你要再打一個nest OK 差別 請 把它稍微記熟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冒號是做 它後面沒有冒號 它會比一下 再來的話還有內回圈 所以按個tab 再來的話裡面就是for j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改了for j 接下來的話 我要輸出到哪裡 剛剛是什麼print對不對 可是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Python裡面是print到下方 這個叫console 那在excel裡面的話呢 它是print到這邊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sale 一個一個的sale C-E-L-L sale 儲存格它叫sale 然後呢 可是你要告訴他說 我要輸出到哪一個sale 所以你可以用sale 它加s 這個sale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輸出的是i列的追欄 前面是列 前面是列 後面是藍 後刮虎一下 那剛好列 特別注意 列其實就指的是什麼 這個前面的這個 1到9 那藍的話呢 剛好就是a 應該到多少 a到 a到多少 a然後bcf到i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位置 輸出到這個一個一個輸出 那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 串接的方法就跟剛剛一樣 i什麼呢 串接 不過在python裡面是用加 可是在vba裡面是空格加end 這個叫串接 那還有一點 在那個vba裡面 這個變數不用轉型 直接可以串 但是python需要轉型 然後end什麼呢 end的乘號 所以乘以 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追 然後end再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串接一個等號 然後再end什麼呢 兩個相乘的結果 i乘上追 然後離開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這邊少了一個end 空格end 如果你打錯的話 它會變紅色字 OK 只要 特別說 規則差異的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 vba裡面 它 怎麼樣 不需要做轉型 OK 第二個的話呢 串接符號本來是加號 變成end 其他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大概就這樣 做完之後的話呢 程式基本上就寫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輸出一下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直行run一下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規則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只是說一個是輸出到console 一個輸出到sale而已 OK 應該可以理解 剛剛順便講一下 開發環境部分 如果說在python裡面 你要一行一行輸出 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很麻煩 設定很多 但是在vba裡面 你要讓它一行一行跑 你只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f8 f8的話呢 或者你看針錯裡面有個叫主行 f8有沒有 你可以按f8 這個時候你把游標放在變數上面 它會告訴你 現在執行 這一行有沒有 它會主行跑 有沒有 現在i等於1 這一頁等於1 那我輸出到sales的第一列的第一欄 就是輸出後面這些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游標放上去 它會告訴你輸出的結果 哇 這個出錯環境真的太棒了 OK 目前來看 我還沒有看到一個開發工具 可以讓你這樣組行 然後可以讓你很清楚看到裡面 串接的內容 然後變數的內容是多少 並且你可以在底下做一些運算 太棒了 所以VPA已經存在30年 還不會死掉 也是有原因的 我想應該它要能夠死掉也不容易 這麼好的工具 這麼簡易的開發 有沒有 所以這些 然後再來就 這個後面東西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這個儲存格 第一列的第一欄 所以你會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一個結果出來了 NAS NAS你可以看到J有沒有 J等於2了 那你會發現這個Sales第一列的第二欄 有沒有 那就是輸出到B欄 然後輸出 有沒有 12 一時的一堆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按 它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這樣直接 但如果你已經按了手栓的話 沒關係你就按直行 它就全部跑完了 OK 所以這個開發工具 是真的是蠻方便 所以順便比較一下 這個Python跟VBA之間的差異點 也就是說 以後 在Python能寫的東西 基本上VBA也都寫出來 VBA裡面可以寫的 Python也可以寫出來 只是說有些韓式庫 如果Python裡面有 那VBA沒有 那當然你就只能用Python來做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使用哪個工具的時候 就取決著它哪個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用那個功能 或者說用那個工具來做會比另外工具來的減變的話 那我們就用那個工具來做 那你想說那之後做完之後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可以做資料交換 我可以丟給它 它再幫我開起來 再繼續往下做不就好了 你有什麼差異 沒有 甚至我VBA也可以直接呼叫Python 直接呼叫 直接叫它去做 做完結果再丟回來 我先去把它讀過來就好了 相反的也可以 沒有問題 程式跟程式間可以互相呼叫來呼叫去 OK 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是說我今天學了一個我另外可以丟掉 沒有啦 互相可以互相cover、互相搭配的 所以這邊的話 給各位參考 請各位練習一下 這邊的話 我程式是把它放在第三個單元的 這個在哪裡 這邊 程式在這裡 第六頁的地方 如果你對VBA不熟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段 Sub直接貼到哪裡 記得你就是 開一個什麼呢 開VBA之後 記得 這邊模組本來沒有對不對 我把它移除 你就直接把它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剛剛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直接貼過去就可以 Ctrl C C Ctrl V 然後呢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run它了 你就直接怎麼run呢 直接上面有個執行 它就run了 你也可以試試看按F8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順便比較一下兩個工具的差異 那最好是說你們今天呢 假如說你Python學完了 那以後的話呢 那個VBA也能夠很快的 同步的可以熟悉 那是最好的 那以後可以 兩者之間可以互相結長補短 或者是互相的搭配的使用 這是最理想的 互相呼叫來呼叫去 那其實很多軟體公司 寫一個程式 都不見得是單一個軟體 可能就是看哪一個開發比較簡單 它就開發哪部分 試一下